走 可惜啊 再要巧 不过是个无父无母的姑啊 开的 也是个巴掌大的点吧 弄了干嘛 拖啊 童窗一场 我要劝你一下 还是早日找个人 过安生日子 不要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就勾引的男人 围着你团团转 你说话还是放尊重些 你若是再敢胡说八道 莫怪我不客气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怎么胡说八道啊 我不应该当着下人的面 讲这种事 是我不对 对 忘记这一茬 你不要生气了 你干什么 干吗 我看少奶奶脚底有些瘀堵 堵塞了脑子 我帮您通通经路 动手 住手 动手 动手 好大的胆子 敢敢对我家少奶奶动手 霓裳姑娘这便走了吗 你带来的胭脂香膏 还没有给我试过呢 这什么味道啊 真难闻 霓裳 你去西州学艺 就学了这些 掺了尿嗓门的东西回来呀 你们莫要太过分了 霓裳 弟儿这是在帮你 这些玩意儿都上不了抬尿 何必拿出去丢人现眼 还不如都扔了 霓裳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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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你这话说的 瞧你这话说的 红窗一盏 我还能把它怎么样了不成 我今日还有事 恐怕不能为少奶奶笑历了 少奶奶 哪里来的少奶奶 你和她说了什么 霓裳姑娘真是生气了 也是啊 霓裳姑娘今非昔比 拍上了洛网 飞上了枝头 做了凤凤 再胡说一根字试试 少奶奶 混账 她身里哪根字的少奶奶 我本该就是苏家的少奶奶 你别忘了 是你父亲亲口做主 将我许给了你 二叔又在苏家当中 宣布了我的身份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其实你想不承认 就不承认的 好一个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我苏语就是不认 你能把我怎么样 闫秀 我告诉你 少在我面前耍花掌 你我没有摆过天地 没有山盟海誓 没有你请我怨 我永远都不可能娶你 我永远都不承认 你还要想 Exerc